又解罪亲爱的小伙伴们 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自从陆寒关小彤 公布了恋情 也就问你们 意不意外 惊不惊喜 恋爱这种事 如果放在咱普通人身上 就是个你情我愿的事 而到了娱乐圈的 顶级流氧IDOL这里 那可就身不由己了 粉丝能不能接受 代言有没有受影响 记录会不会受制约 等等等等 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今天解决在这里 和小伙伴们讨论一下 IDOL恋爱 到底应不应该公开 首先咱就拿最近 刚公开恋情的陆寒来说 抛开他和关小虫 配不配的这个问题 从网上的反应来看 不少粉丝 还是不怎么能接受的 有崩溃的 有专门建立账号 算俩人杀兽分手的 甚至还有直接脱粉的 陆寒最大的粉丝各战招路 也在恋情之后宣布关闭 可见把陆寒当男朋友一样的粉丝 简直是过出了原配 大战小三的感觉 而陆寒在公布恋情后 发了第一条微博 回复的情况也是喜忧参半 不少关于陆寒的黑料 也在这之后 源源不断的流了出来 说到这里 也还是要佩服一下 陆寒的公关团队 那和谐黑料的速度 还真不是该的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粉丝 不能接受 对于俩人的恋情 还是有不少人送上祝福的 其实关于恋情 该不该公开的问题 作为idol的自己 他们的观点也各有不同 就是拍到了 那就只有公开了 没拍到 那就还是不公开 就是我觉得 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 但是我 我相信有一部分的 他们一定会是 或者我希望他们 如果他们真的有这一天的话 就是说 祝福我 其实 公开的事情 不想公开 我女朋友 你们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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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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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会吧 这种也藏不住嘛 对吧 纵观娱乐圈历史来看 早期的爱豆对于自己的恋情的问题 误得还是比较严实的 哪能瞒多久就瞒多久 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刘德华了 整整隐瞒了24年 而最近凭借爸爸去哪 再次大火的无资 当年对自己的恋情也是闭口不谈 直到孩子都生出来了 才敢公布出来 可是现在的娱乐圈 风向早就变了 且不说现在年轻的爱豆 越来越勇敢地做自己 就是这全民八卦的程度 也比过去不止高了十个等级 有些时候还真不是想瞒就能瞒住的 另一方面 恋情这个东西在娱乐资本的运作中 其实早就变味了 它变成了爆料偷拍炒作的工具 反而已经不是爱豆自己的事了 俗话说追星有三技 一技真实情感 二技倾家荡产 三技啥事都管 所以在姐看来 爱豆恋爱 她爱公开不公开 如果她们是珍惜相爱 只守彼此 那大家当然是100%的送上祝福 但如果她们是拿着恋情当筹码 娱乐大众的话 那姐就只有一句话 拜拜 好走不送啦 更多内容快快关注新浪微博 芒果台女汉子 吃瓜群众都在这里哦